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星期三晚上的賽事提供的心水 都在上一段影片已經講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看 可以回顧一下 近幾次高速賽馬都有很不錯的成績 之前天外天7.6倍Win 福善13倍 街運6.5倍Win 勇猛神驅12倍Win 和賢家輝6.1倍 剛剛那次一隻是第三 這次有兩隻高速賽馬 分別都是徐宇石的馬房 第四場和第七場 如果大家這個螢光幕看不清楚 可以回到上一段影片看看 我都有在影片中講了馬名 大家知道槍談賽馬 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都會介紹 兩隻Nature馬蛋和高速賽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 這個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 Post 來用Blogspot 周圍有些頁面廣告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 可以去看看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有時也有些廣告 不用一定按Skip Ad 或者略過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 如果覺得有興趣 有時左下角有些連結 或者右上角有些連結 可以按下去 看看多點我客戶的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就等於支持我Nature 再去買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第一場 始終會介紹第六場 第六場的獨贏級位置 投注對象 和連贏級位置 Q彈將會拿公正福將 公正福將 近兩場都是非常高水準的第二 前一場潘頓劇 想撿彪之蕊 撿不到 加了兩分 上一場終於復仇成功 擊潰了彪之蕊 但被安哥贏不盲 兩場跑第二都是高水準 兩場加了兩分 加了四分 本身現在再換莫雷拉 如果你說上兩場都是潘頓騎 有些擔心會不會潘頓特別夾 但潘頓跑完可以 李敬國跑完都可以 可能是容易被不同騎士適應 誰騎上去都沒有大問題 因為潘頓和李敬國的騎支 騎法都有些不同 兩個都騎得好 我相信莫雷拉都會應付到 還有鄭俊偉 現在都是打拼 為了這個呼吸 即是叫做逐牌 都不會臨到最後 每次臨到最後才 拿到十五六場 人混水些 有能力的 駁盡他 拿多點頭馬 相信透視也不用懷疑 所以這次排位也合適 排位也合適 排位也合適 所以 找了做膽 還有獨刑和投注對象 三隻配腳 第一隻會選擇 寸飛鷹1號 插馬就是這些 首先你看到 十二檔梁家俊也不開胃 但這次又配備變動 第二就是其實上次 這隻蠻忠心的 尤其是今季都跑得很少輸得完 上次有些少少失望 但看起來是不是這麼差 又不是 它貼著欄是少少失望 回來只是第五 但旁邊的蠻同樂入發 財保鏢之智能都是硬的 所以這隻蠻有一定能力 這個分數是有好處的 勵地就是試身出路 有配備變動 反正肯定是冷的 十二檔梁家俊 所以拖一拖冷卿 五毛指導必勝 就是配腳 配領敬國好 前一場 賺了少少跑道形勢 貼難快放 上次貼不了難 潘頓就輸 這次配贏馬俠拍到領敬國 一定是叫做人馬俠拍 白線 受不當 都閃了眼 踩過來 看看能不能放回 始終首次排到領敬國 拖一拖 他有表現 另一隻 都應該不會太熱 半熱滿 全理多彩12號 帶前仗 那場我覺得 跑得好 跑第四場 輸給彪之睿 龔正福長 和龔正福長同一場賽事 跑第四場 前一場 泥土做1200 不適合 上一場泥土1650 也有少少飛落 這次下泥土1200 有表現 由68分變成63分 減了5分 剛才我說的 谷正福長 加了4分 來回9分 至於會計算 氣位深門了田泰安 田泰安 兜外難就是兜外難 泥土兜是沒所謂 如果真的兜的話 還有應該騎得硬 比氣位深 所以這些半熱滿 或者半藍滿 我想八倍 估計 不知道 都值得拖 所以這場的投注策略 將會是 拿四號公正福長 獨營及投注 獨營合位置投注 和四號公正福長 做連營及位置挑膽 拖一號轉飛鷹 五號展道必勝 十二號必勝 和十二號的船利多彩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現在另一個渠道 會發放一些臨場的分析 每場賽事十五分鐘前 會談談移民 預計集前落飛 場地形勢和移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收取一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發訊息或發放訊息 或者來自訂Post 留一留意 我盡快回覆一些訊息給大家 看看有沒有興趣參與臨場分析 到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 Channel 按訂閱或訂閱 和按訂閱和鬧鐘 按下新影片 就有一個通知 大家可以知道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